在弄什么虾 对 看一下 它活的了 大不大 比我的手还要大呢 你看到手上 看看 哇 它是卖家答谢 在这里聊的很多话 比较开心 稍微聊聊 哈喽 昨天啊 我的那个A进 李斐来家里吃饭 在来之前呢 我就知道 他一定会带着相机来拍Vlog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他居然拍完之后 当天晚上就 剪完发到YouTube上面去了 这个效率实在太吓人 而且他天天是这样子 日更啊 我是实在受不了 不过在他这种 对Vlog的激情影响下 感觉我好像有点被感染 所以就想着 来聊点什么 做亚马逊电商 是我其中一份工作 到今天为止 正好是两周年了 要不就趁这个时候 来聊一聊 关于亚马逊的话题 20年 疫情在美国刚爆发的时候 我正好在美国 然后就回不去了 前后一共订了六张机票 全部被取消 就不得不在美国待着 一待呢 就是13个月 到后来实在是无聊 再加上 我老婆也是比较上进的 他说你在家里天天发呆不行啊 总归要找点事情做 正好 我有两个好朋友 是做电商的 在他们的忽悠 以及在我老婆的淫威下呢 终究还是入了这个坑 我是属于比较懒的人 做亚马逊两年下来 我连自己的仓库都没有 这一点呢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啊 就已经想好了的 剃刀原则嘛 能不要 就尽量不要 尤其是会把我套牢 要脱离我经历的一些东西 仓库 不是租一个空间 搭一些货架就好了 你需要一天天的都蹲在里面 维护着管理着 所以秉承了这样一个剃刀原则呢 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也就是隔三差五的 上电脑去看一看销售情况 或者是有杰作的去做一些补货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体力活了 一天差不多净利润是两到三百 好的时候呢 可能会到五六百 虽然还不足以说是 在美国养家糊口 但是好在他投入不大 精力占用的也实在是小 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 只要能上网 你去哪都能兼顾着做 那我入这个门 并没有走太多的弯路 是因为我有两个好朋友 在一直在帮着我 做得像我这样的业绩是不难的 而且花不了太长的时间去积累 那因为我只做亚马逊 所以我也只能聊聊 关于亚马逊的心得体会 首先第一肯定是流量 那众所周知 流量是电商的第一大要素嘛 流量大 成交量自然就高 但亚马逊的流量机制 跟淘宝还是不一样的 亚马逊是一个重产品 不重店铺的一个平台 比如我们在逛淘宝的时候 你选择了一个产品 导购物车 你可能会到这个店铺里面去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货品 或者呢 至少也要看看 这个店铺里面 有没有优惠 领券 凑单 对不对 那就是因为淘宝 注重打造的是一个大店铺 大品牌的一个概念 它在设计逻辑上 让用户最大限度的 把注意力 往店铺上面去引导 在亚马逊呢 很多时候买了一个东西 根本不知道商家是谁 这也是因为 亚马逊刻意不让你 去过多的关注店铺的结果 那么了解这个原则 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你会明白 像淘宝一样 去赔本打造一款爆款 并指望以此爆款 来带动店铺的流量 成功还卖出店铺当中 其他的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 那是属于妄想了 第二点 退货率高 这似乎是美国零售业的 一个通用特性吧 因为退货实在太方便了 尤其是在亚马逊 退货的时候 让你选择的那些理由 对用户来说 其实就是摆设 选择任何一个选项 都会得到前额的退款 我相信很大一部分的 亚马逊买家 他在退货的时候 选择的那个理由 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原因 那么一般情况下 退货率是多少呢 自从入了科以后 我认识的同行 也就越来越多了 聊下来之后 我发现 不管是什么样的品类 基本上退货率 都会是在5%左右 所以在选品定价的时候 首先就需要把 5%的那个退货成本 给预计进去了 如果你选择了一个 高价值 但是低利润的产品 譬如说是像家用电器了 那么这个风险就极大了 因为一个退货 就有可能导致成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白做了 第三 亚马逊的排他性很强 想要从亚马逊引流到自己的独立站 或者说是其他平台 是非常困难的 这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亚马逊 停逼任何买卖双方交流的联系方式 甚至在操作逻辑上 也尽可能的去降低买卖双方的交流 你在亚马逊买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很少与卖家联系 想问一下货品的情况 是不是很不方便 就算你好不容易找到了入口 给商家留言了 得到的回复还不及时 那是因为卖家的沟通窗口 也不涉及得那么友好 商家发完消息 还要经过亚马逊的审核 所以收到的时候肯定是严实了的 你绝对不会在亚马逊 享受到像淘宝一样的 即时沟通的快感 第二点呢 亚马逊禁止卖家 主动联系卖家 甚至在产品里面 放联系方式的卡片 也是不行的 拜托 当客户收到产品 看到这个卡片的时候 实际上是已经交易完毕了 也就是说 亚马逊该扣的佣金 该扣的物流费用 消费税啊什么的 他会毫不客气的扣走 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只是想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买家 也不行吗 亚马逊会用棍棒告诉你 不行 就是不行 在他的底层逻辑里面 客户是亚马逊的 所有入住的商家 只是在亚马逊打造的平台里面 去赚他客户的钱 所以在这个世界里 他说行就行 他说不行就不行 第四 亚马逊是下手特别狠的平台 对于那些不遵守亚马逊规则的卖家 那是真的疯啊 去年根据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统计的 就亚马逊五月份的那顿操作以来 至少有五万家中国的电商受到影响 造成的经济损失是超过一千亿人民币 所以像刷单这种快速提高产品review的旁门走道 你只要敢出来闯 他就敢收割 他才不会管你之前对亚马逊的贡献有多大呢 你越肥他收割的越开心 第五条 亚马逊管得很宽 我们几个做亚马逊的朋友相互窜门啊 是绝对不会上人家的WiFi的 我的好朋友思索啊 他也做亚马逊 有一天他的朋友去他家里做客 那朋友的孩子呢 想用妈妈的手机 连思索家的WiFi玩游戏 他朋友看到一把就躲过去了 思索倒是没有反应过来 问为啥 朋友说你被封几次账户就知道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两家人做亚马逊的 如果经常走动 上对方的WiFi 亚马逊就有可能判定为你是一家人 如果这两家人做相同的产品 那么这两个账户里面的listing就会死掉一个 如果情况严重的话 可能整个账户都会死掉 亚马逊把这种情况叫做关联账户 是用来防止一个商家开很多个账户 卖同样的产品去抢占亚马逊平台资源 所以像在淘宝里面流行的店铺裂变的模式 在这里也被拒之门外了 这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如果这种判定机制过于敏感的话 就容易会引起误会 虽说你可以申诉 但是这个过程也是很复杂的 其中的损失恐怕也是很难要回来的 第六条 亚马逊赚钱一点都不隐悔 跟明抢是一样 这点也不能完全说不好 总比有各种隐性收费要好 但是收的是真的很 其中有两项是硬开销 首先是佣金 大多产品的佣金是15% 服装视频类更高一些是17% 还有一少部分是12% 那我做的属于是日常消费品 所以是15% 第二个费用就是物流 亚马逊分自发货还是代发货 当然自发货 他就收不到那个物流费了 代发货也就是 我们批量的把货放到亚马逊仓库 然后当有订单的时候 亚马逊在配送到客户手上 我们理解的配送费用 应该是产品的体积和重量来积费 对不对 但是亚马逊在这个技术上面 又套了很多的套路 例如小物件 大物件 标准物件 服装视频类 食品类 亦燃亦爆类等等 然后它在每一层中间 又会设置不同的等级 就是跟你高脑子 这次三月份 亚马逊调整了一下技价模式 它调整的并不是一个单价 而是调整了刚刚说的划分标准 我有一些产品 调整完之后 配送成本直接上涨了30% 要知道我们在选品定价的时候 是必定会跟着亚马逊的配送收费标准 去设计产品的数量包装重量等等的 当我们把货物送到亚马逊的仓库之后 它说要改变这种技价规则 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只能一眼真正的看着它成本上升了 那么再接着来就是仓储费 除非你全部都是自发货 亚马逊是按照每平方英尺来计算的 平常价钱不贵 但是恐怖的是 每年的第四季度 是平时价钱的三倍 所以如果想在亚马逊入坑试水的话 最好还是避开这个时候 那如果全部都是自发货行不行呢 可以的 如果发货量大 你还可以跟UPS Phoenix去谈一个很好的协议价 我朋友当中拿到最好的价钱是四者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捡到便宜了 亚马逊购物平台优先展示的是带Prime图标的产品 而要展示这个图标呢 首先得是亚马逊代发货 所以我们在自发货还是代发货 看起来是自由意志 实质上产品展示的流量差别还是挺大的 第七条 广告是不是必须的 从前面几条总结看下来 基本上可以领悟到的是 你首先得让平台先赚钱 平台才能给你赚钱的机会 广告收入当然是亚马逊的一个大头了 所以他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用广告圈钱的机会 我刚入坑没有多久 亚马逊就只派了一个所谓的客服专员给我 当时我受从若惊啊 我想何德何能啊 才起步就被关注了 然后一通电话之后呢 彻底心凉凉 他就是一个广告促销员 那么究竟要不要打广告呢 我的经验看下来是得看产品的自助权 如果产品品牌是你自己的 那么这个广告是省不掉的 除非你的品牌已经是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了 当然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等级的话 应该会看不到我的视频的 我们就相互忽略吧 那么广告应该怎么打 净价出多少 关键词怎么选 什么时间段打 如何设置预算 打在什么类型的产品上 这些的问题都值得花时间好好的去探究 我现在的广告费用差不多是一个月一万出头 它绝对比我自己赚的要多 这可能与我的经营模式也是有关 在不同的模式 不同品类 广告花销 广告的打法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总体来讲 自主小品牌广告是绝对不能省的 而且越早打越好 因为产品的权重是经过时间积累的 如果新上架的产品 在一开始并没有做起来的话 那么亚马逊的A9算法 对它来说 把流量给到这些不好购的产品 是极其划不来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开始起不来的产品 在后期也是很难起来的 那么我的观点呢 就是新产品一上架 就马上要跟上广告 至于广告的多少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如果你是代理品牌的 并且这个品牌的知名度还不错 那么投入广告的必要性就没有那么强了 首先你要知道的是 既然是代理品牌 你就避免不了其他同行的更迈 买家在选择的时候 往往是价优者得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去打广告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给人家做嫁衣了 那说到这里呢 我又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做代理品牌的 但是他的某一款产品呢 他是一手代理 也就是说他下面还有分销商 那有一个亚马逊卖家呢 从他的分销商那里啊 进了他的货 然后回过头来 在亚马逊上面 跟卖我朋友的产品 去跟他打价格战 这一招直接把我朋友整不会了 竟然还能遇到这么任性的对手 简直就是少年拿破仑呢 那么遇到这种万里挑逸的情况 广告就尽量的打吧 肥水怎么也流不到万人田啊 好了 啰嗦了那么多呢 简单的总结就是 第一 亚马逊重产品 不重店铺 所以想要打造爆款 带动店铺流量的这种想法 还是不要了 第二呢 退货率应该看作是一种固定成本 另外高价值的货品就应该谨慎 退货真赔不起啊 第三 亚马逊屏蔽买卖双方的联系方式 想引流到自己的独立站 做过河拆桥 来逃避亚马逊的二次剥削 是很难做到的 四 亚马逊下手狠 违规操作 打擦边球这种短时间可能可以得逞 但是等你肥了 有几百万货在人家手上的时候 也就是松哥林的时候到了 第五 亚马逊管得很宽 规则方面啊 要格外谨慎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入圈套 六 亚马逊赚钱够狠 但是商家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想要赚的钱 还是不要费那个脑筋去省了 你绕了一大圈 会发现 他走在路口等你 哎 这个活干的 七 广告不是必须的 但打不打广告啊 并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不该打的时候 你打了也是败打 该打的时候 强省也省不下了 PS一下 目前美国的电商整体状况不如疫情时期那么好 这跟线下的商业全面恢复肯定是分不开的 但实际上呢 在我来看 现在的状况才是常态 疫情期间 线上购物的火爆景象才是不可持续的了 不过无论如何 就目前而言 我对自己的投入产出比还是比较满意的 以上就是这两年来我了解到的亚马逊的主要特性 摸脱了这些特性之后呢 我想就应该可以更少的试错 更快的达到预期 就拿我自己的一个业务状况来讲 净利润差不多会是在8%到10%之间 那么我们保守一点按照8%来算吧 平均的货物周转期是三个月 意思就是从我花钱进货 到把货物卖出去 全收回来的一个周期是三个月 那一年呢 就可以周转四次 那么理论上 年回报率是32% 好了 啰嗦了那么多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看 如果真的有人感兴趣呢 以后有空再来聊一聊 如何选品啊 如何规划库存呢 如何打广告啊 等等之类的吧 拜拜